央视评或拉拉事件中似是而非的声音 警方昨日通报 或拉拉女乘客坠车死亡事件 司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批捕 针对通报内容 网上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声音 比如干嘛非要自己搬运 让司机多正点不行吗 这种说法模糊了是非 有必要扩清 如果被害人和平台之间 没有必须请司机帮忙搬运的约定 那么被害人自己搬运无可非议 如果平台却有犯罪嫌疑人所说 等待时间超过40分钟 将额外收取费用的规定 那么按规定办就是 这绝不是司机恶语相向 甚至眼看悲剧即将发生 却不做任何避免努力的理由 在被害人离开座椅 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的情况下 正确做法只有一个 制止并紧急停车 未预见到可能的伤害后果 未采取任何避免措施 这是对司机予以追溯的事实依据 警方通报也再次让我们看到 监管缺失是如何助推了案件的发生 封闭的环境助长了犯罪嫌疑人的怪章 也加剧了被害人的焦虑 可以设想 如果车内有录像 司机在语言和行为上 可能会有所克制 事件的走向就有可能改写 央视热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